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造成了我们的不快乐 今天我们处于一个叫超级不确定性时代 超级复杂时代 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理解不确定性和复杂时代到来的时候 我们很多焦虑情绪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会知道很多事情的发生 就如同我们吃饭睡觉是一样的 它就已经变成了今天这个社会的一种真相 一种事实了 你就不用再跟它进行对抗了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高度不确定性呢 全球之网越来越严重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想象一下 过去我们处于一个线性时代 东半球有什么事情 西半球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而经由全球之网 是不是我碰一下东边一个点 我西边一个点立马就有反应了 牵一发而动全身 尤其是今天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物联网的发展 全球已经支撑了一个巨大的网络 这个网越知越密 越知越密 全球一体化就到来了 全球一体化有利有弊啊 这个弊端就是在于 你真的就是我了 我真的就是你了 中国的这个疫情 现在全世界都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 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善其身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美国出现了问题 中国依然也不能独善其身 全球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时代到来 这样一个时代到来的一个特质 就是不确定性 所谓的不确定性 其实就是我们在讲的 无常 无常大家这个词都知道 就人生处处都在无常当中了 人最怕的就是无常 那我看一看啊 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我们从大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思考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大脑运行的原则 大脑的运行原则呢 是遵循最小自由能的原则 也就是说 我所期待的状态 与我个体感官此时此刻 所感受的状态之间的差距越小越好 只要有差距 大脑就不愿意 大脑不高兴 我们自然就不高兴 也就是说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最好是没差距 人们才高兴 这是大脑运作的原理 生而为人 你不得不遵循这样一个原理 除非你不是人 我们超越人性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到了 佛所讲的那个佛性和空性的那样一个状态 可是毕竟我们还是人呢 理想与现实 没有残差 这就是我们的讲的 岁月静好 真好 理想与现实有残差 苦啊 天天都是苦啊 可是今天 我们的理想和现实的残差 是不是每时每刻都会发生了 外在世界不断的进行变化 我的期待 我的理想又是固定不变的 如果人们的期待 它能是弹性的 那可能还好得多 可是大多数人对于我们的期待 对我们的理想 是固定不变的 所以我们每天都有残差 每天都是不开心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理想与现实这个残差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看一下这张PPT啊 首先看一下期待 期待就是我们想象的 现实啊 就是我们五官所感的 中间这个差距 就是我们认为的不确定性 有差了 不确定性了 有残差了 所以大脑就不高兴 而人类所有的负面情绪 背后 为什么不高兴 当我们不高兴的时候 我们要想一想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恐惧什么 我们所有的所谓不开心 背后都是因为有一个恐惧 你在恐惧什么 所有的恐惧的根 是来自于 对于未知的不确定性 就是一层一层 我们就推倒过来了 而我们又去处于这样一个 不确定性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又跟我们的 大脑的运作原则 又发生冲突了 人不苦才怪呢 这也是为什么 今天全球进入叫 觉醒时代的到来 所谓觉醒 其实就是超越我们的大脑 不是执迷于小我之中 因为如果 再不行 再不进行转变的话 人就崩溃了 那如何管理不确定性呢 那既然我们知道 不快乐的原因 是因为不确定性 那我们要管理不确定性 才能够让我们快乐 那如何进行管理呢 这是解题的关键 我们来看一下啊 不确定性呢 实际上有两个要素组成 对不对 一个叫期待 一个叫现实 那我们从两个维度 考虑一下怎么进行管理 不是说 哎呀 你不要有期待 我怎么能没期待呢 我是人 我就有期待呀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一味地求 我们要 没有期待 活在那个空性里 那你真的是 与你人本身 这个本体在叫 在做对呀 在对抗啊 那么我们有两类期待 一类期待呢 叫正常期待 正常期待的特质是什么呢 是弹性和流动的 而弹性和流动 恰恰是这个世间的本质 我们在想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是在变 不停地在流动啊 世界不就是在一个流动的变化当中吗 我们想要的那个不变 不就跟这个世界本来样子在对抗吗 对抗必然就会给我们带来伤害 所以我们可以有期待 正常期待和病态期待 正常期待是什么样子呢 是我希望这个事怎么样 正常期待是 哎 如果我做到了 当然好 但是那也不能保证解决任何问题 如果说 我这个事完了 完成之后 我所有的问题都解了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那所以呢 那病态期待是什么呢 只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了 我就再也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那就是一个病态期待 世界都是在不断地这样的运转当中 那么正常期待是 得到部分成功也是很好啊 所以我们可以有期待 然后我们有部分成功 然后我们就要进行庆祝 就要高兴 病态期待是 要么成功 要么就什么都没有 屏幕前的小伙伴想一想 你的期待通常是哪种状况呢 是不是 要么成功 要么就什么都没有呢 那你不痛苦才怪呢 那么另外呢 是 如果没有完成理想 我也会从中恢复起来的 这叫正常期待 病态期待是 如果失败了 我就抑郁了 并且我被抑郁所困住了 一辈子都得不到解脱 所以病态期待的人 要求是极端和绝对的 只能二选一 那当然这个 我们是在第三模块里会讲 着重讲 如何超越二元对立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知道了管理期待 这是一个要素 那么第二个要素呢 就是管理现实 两个要素 那用管理期待 我们已经知道了 用管理现实 那么回到现实 现实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现实太小 满足不了我们 那么高的一个期待 太小了 不够大 这是我们人生问题的根源 小就是小 而我们需要与更大连接 我们大脑需要更大更多 所以如何让我们能够 满足我们大脑的需求 满足我们大脑 我们就高兴了 因为大脑就分泌多巴胺了 然后我们就开心了 这是我们开心背后的 那个生理学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要找方法呀 欺骗我们大脑啊 大脑是可以被欺骗的 大家理解吗 你就红红你的大脑 欺骗你的大脑 然后你天天就分泌多巴胺 然后你就很开心 要知道大脑运作的原理 所以呢 因为我们的现实 是五官所感 五官所感 眼见为实 可是我们知道 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 只占这个世界的一个 小芝麻那么大吧 都达不到吧 我们听到的频率 看到的频率 看到的波长 太小太小太小了 所以呢 当我们在眼见为实里 必然就是小 不够 大脑就不高兴了 那怎么办 扩展 就是把现实给扩展起来 不断地进行扩展 让现实变大 变大到超过你的期待 你是不是就高兴了 这是背后的那个方法 扩展 我希望大家牢记扩展这个词 一切都围绕扩展 想象为什么紧张 紧张是不是因为 被压缩或拉紧了 没有空间了 什么叫压力 压力就是一种 被用力拉紧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没有空间 对不对 一切就是因为没有空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扩展 让空间出来 那我们怎么来 扩展我们的现实呢 有一套方法 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 来考虑 那扩展呢 一个是在时间里扩展 一个是在空间里扩展 其实我们就有 这两个维度去做事 任何事情 我们只要觉得太小 不够 那就从两个维度 要么从时间上扩 要么从空间上扩 这就是我们的选择 对不对 那给大家讲小故事啊 你看啊 其实在这个扩展当中 我们就能看到意义 看到生命的意义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在做影视的 那么过去呢 在这个圈子里挺有名 也在香港上市了 上市之后呢 他被一家更大的公司 把他收购了 收购之后呢 本来是让他继续做CEO的 但是呢 很快就不让他做了 他就气死了 气得都不行了 后来他出来做投资了 前段时间呢 我见到他 他说我现在一想到那个人 就是那家公司的老大 我觉得不成信 我就特别生气 他说这个人 不但把我赶出去 还要查我账 多亏查完账 我没啥问题 他就恨得这个人 恨得咬牙切齿的 他说这个人 就是说还想约我 我才不跟他见面呢 我说那好吧 那你看这事 已经对他造成了伤害 那一想起这事 他就烦 那就已经有伤害了 我说那这样 我们可以扩展一下 我问你几个问题吧 我说你想一想 现在这件事情 是不是你想做的 此刻做投资 他想了想 他说是啊 是我想做的 我说和你之前 做那个CEO的时候 更喜欢做哪一个 他当然是做现在这个了 我说要是没有那个人 把你一脚踢出公司 你能做现在这个事情吗 他说不能做 我说那你再想一想 这个人 把你踢出这个公司 对你来说 对你来说有意义吗 他说你这么一说 我还挺感谢这个人的 看到了吗 挺感谢他的 这就当我们从时间维度上 去扩展的时候 这个事情 就不再是我们看到的 那么小了 这个事情就变得有意义了 它跟我们的整个生命 就连接在一起了 这就让我们从时间上扩展 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 发生的事情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些苦难 我们要想一想 这件事情 从我人生大的尺度来看 一定要大 一定要理解我这句话 拉大尺度 看人生 小 就苦恼 大 就没有问题 那这是从空间 从时间上扩展 我带大家讲一个 从空间里扩展的一个案例 那还是我认识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呢 感觉一身才华 在这个公司里得不到重用 而且一直被排挤 后来他实在是没有办法 被逼无奈 眼含热泪 离开了这个公司 其实没多久 他就被另外一家公司给看中了 换了另外一个空间之后 很快如鱼夺水 最后就到了公司的副总裁 其实我讲的这个故事 我想你们在现实层层中有很多 你换一个空间 看一看 这件事情也许就改变了 就学会我们有两种资源 换空间来看事情 换时间来看事情 你并非是别无选择 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把生命扩展了 在扩展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探寻到了意义所在 这个时候 现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期待 你高兴还来不及呢 如果我们能够把扩展这件事情 变成我们的一种思维模式的话 你每时每刻都在高兴当中 对不对 困难已经不是困难了 我立马就能扩展了 我们老讲念念翻转 对不对 每一念我都能翻转 那你还有什么苦恼啊 就看你翻转的时间 有人呢 可能经由训练 十分钟就翻转了 有些人呢 可能三年也翻转不了 所以就记住 扩展呢 大呀 不停的大呀 拉大尺度看呢 就没有问题了 期待 现实 现实不够 用什么补啊 就用意义来补吗 就很简单 现实不足 用意义补 这就是我们补偿的一个方式方法 其实我们探寻人生使命 不就探寻我们的意义所在吗 人生意义所在 探寻到了我们一生的使命 不就把一生那个现实 给补起来了吗 补出远远超出我们的期待所在 为什么意义对我们来说 这么重要呢 我后面的课程中 会详细讲关于意义的事情 但是在这里我要讲一点 我们谈到意义 我们就会有一个隐含假设 我今天到这来听单单老师的课 实际上你是在做一个选择 你会舍弃很多事情 你才能来到这里听这个课 那你会认为这件事情有意义 对不对 什么叫意义 也就是你谈到意义的时候 你内在就有一个隐含假设 也就是说在事件和事件之间 因为一个最终目标 能够相互关联起来 这事对你的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啥我不知道 那是你的 有意义 对不对 对 所以说事件之间 第一个最终目标 能够相互关联 所以呢 它就会有一种秩序和联系 当我们能够接纳意义 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就是说 生命当中的各种现象 哪怕是随机发生 都已经不可怕了 已经不再不是不确定性了 它就变成了一种 可以遵循的模式 变得确定了 因为它背后有一个 共同的目标 是有秩序的 它就指向了一个更高的目标 而那个更高的目标 就是我们的人生意义 我们的人生使命 所以使命和意义这件事情 让人们拥有确定感 所以就解释了大家心里的一个困惑 说为什么找到使命之后 我人生就笃定了呢 因为你找到了意义 意义给到了我们确定性 大脑就高兴了 我们一定要了解大脑的运作原理 跟大脑成为朋友 而不是成为它的敌人 以及不是它的仆人 我们要为成为它的仆人 要么成为它的敌人 其实不是携手合作 但首先你要了解它的运作原理 让它高兴 你就高兴 所以那使命呢 能够提升的是人的长度 宽度厚度和深度 让我们的人生更加饱满起来了 把我们的人生给扩展起来了 这就是使命的所在 那好 再给大家一个问题啊 人类不去追寻意义吗 可不可以呢 屏幕前的小伙伴 思考一下 有一本书啊 叫《如何活出生命的意义》 它说对于人生意义的探寻呢 是我们认知系统当中 与生俱来的一部分 而要讲期 把它从我们自身当中赶走 说不要了 真正的彻底的不要了 把它删除 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需要一个外科医生 把那个脑的那一个部分 给剪断了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人们对意义的寻求 是我们与生俱来 大脑中的一部分 但是它属于高阶大脑的部分 而我们大部分 我们的生命状态 是被低阶大脑所控制 我们那些恐惧 不安焦虑 是爬虫脑在控制我们 而我们对于意义的探寻 是我们高阶大脑的功能 所以我们自我成长的这个过程 本质上背后的一个 从脑科学的原理来讲 就是让我们这个前额叶 让我们的高阶大脑 更多的发挥作用 而不是在那个爬虫脑的状态 那下面呢 我们会带领大家做一个练习 在这个练习当中 我们尝试呢 去寻找意义 寻找意义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种能力 经由练习 当然了 我不得不在这里说一句 就是有些人呢 由于大脑发育的原因 找不到意义 这是一种病 疾病 大脑进化的疾病 有人真没有啊 所以当你发现有人 打死都不想去寻找意义 也没有能力去寻找意义的时候 那我们也不能去强迫人家 我们进行寻找意义的一个练习 我要打一个比喻啊 就是当我们不断能够扩展到 我们思维的时候 原来这么小 慢慢扩大的时候 它就像什么呢 就像过去啊 我们发射的频率小小的 我们只能收当地五个电视台 当我们不断扩展 不断扩展之后呢 我们可以收到全球八十个电视台了 人生一下就大了起来了 所以你看 当我们在大海旁边待一待 当我们在那个丛山峻岭当中 待一待的时候 是不是整个人就开阔起来了 一个字 扩展 大 对吧 让我们不断扩展 最终让我们不断大起来 就是这个字 让我们不断的大 大起来 与无限连接 只要我们能够与无限连接的时候 人生自然就喜悦和放松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给大家进行一个正念冥想的练习 无论你是在哪里 如果你在户外呢 可以呢 暂停一下 或者你站在那里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坐下来 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 然后我们进行这样一个练习 最好呢 你是在房间里 不被打扰 大概这个练习 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们来进行一个扩展练习 尝试一下 感受一下 什么叫扩展的感觉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